大家好,我是老默 有朋友问做馒头到底怎样和面更合理 做出来的馒头效果会更好 本期视频就跟大家分享 我做馒头和面用到的技巧和方法 希望大家能够借鉴 首先,当气温比较低 我和面之前这个水温要偏高一点 大概45度到50度 然后加上白糖之后 快速搅拌开 搅拌的这个过程中水温会降下来 大概降到40度左右 手放下去不感觉烫 特别舒服就OK 然后再把酵母放进去 这样的温度才能让酵母活跃度 得到更好的提升 另外在搅拌酵母的时候 一定要把酵母化开 化到水里面 然后再加面粉 另外大家要注意 咱们第一次加水的量 在70%到80%就可以 不需要完全加完 主要是怕这个面粉 它的吸水性不同 稍微流出一点量 这样咱们能够控制好面团的硬度 那咱们和面 和到中期的时候 有这种干粉比较多 咱们再把剩下的水分次加进去 干面粉粘完之后 直接揉成团 这时候能够感受到 这个面团是软啊还是硬 这时候需要的水量就比较少 就特别好调整 和好一块面团呢 也就几分钟 再有我和好面之后 通常会摸一下这个面团 会不会粘手 有没有窝水 如果一切都OK 咱们就包起来发面就可以 发面这个过程也简单 气温比较低的时候 你还是放到温水里面去发比较快 盖到被子里也一样 只是在天冷的时候 我会让它发酵的稍微过一点 比较旺 拆的时候能够感受到 这个面团会变得特别软 但是咱们一定不能让这个面团塌下去 如果这个面团一戳就塌 说明发的就特别过 如果是那样做好的馒头 各种问题都有 如果发好的面团偏软 我在揉面的时候会多加一些干粉 调整一下它的硬度 主要是方便跟馒头做造型 如果前期加了面 让面团变硬之后 后面我就不会加太多干粉 直接像这样单独的揉成馒头 如果后面过度加面粉 这个面会变得很干 蒸好之后这个馒头很可能会开裂 如果第二次再蒸 表面就特别干 所以咱们自己在家做馒头的时候 调整这个硬度是很有必要的 比如说咱们想让做好的馒头 更加蓬松 轩软 这个时候的面就不要那么硬 稍微偏软一点不要紧 想让它口感更加筋道 就稍微活硬一点 其实做馒头就是这么简单 咱们不需要把它考虑得特别复杂 像造原子弹一样麻烦 那是不可能的 另外我揉好馒头之后 通常气温比较高的时候 放在外面去发酵 如果说气温偏低 二发的时候我会放在电热毯上 也会放在蒸锅里去发 这两个地方都要调整好 适合的温度不要偏高 控制好温度 目的就是为了让这个馒头 不要发的太快 就好比拔面柱长一样 你拔的越高它死的越快 所以发酵的越稳当 咱们蒸出来的馒头 效果就会越好 而发最佳的状态 表面光滑圆润 这样直接大火上锅蒸 蒸好的馒头蓬松 渲软也不会有太多问题 其实做馒头在我看来 有两点大家要特别注意 一个是配料的时候 要合情合理 过多或偏少 再一点控制好发酵的状态 不要让它太快 发酵的越稳 做出来的馒头 效果越好 好了咱们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呢 也别忘了帮我点个关注 咱们下期视频 再见